大家不要着急 今天给大家更新一个库存 这个是绝对的干货 而且非常精彩 也就是说如何把一个零成本的故障 变成20块 200块 甚至2000块 帮老弟加一个关注 加个红心 把视频分享给你身边需要的朋友 下面我将为大家讲解 如何测量车载网络 这个网络故障 通讯故障 是很多修理工程的老大难 很多修理工程的难题 遇到这种问题 不知道从何下手 下面我将用这台车给大家诠释一下 如何用正确的思路 正确的思维 排除诊断这种故障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台丰田的荣放 非常经典 这是一个大姐的车 大姐之前没有来过我店的 是通过我一个好大哥介绍过来的 为什么介绍到我这 大姐之前因为这个故障 已经反复修了好多地方 花了很多钱 我刚才问了一大姐 我说花了多少钱 大姐说上次维修可能花了1500六百 大家可以看到我拆的这么麻烦 其实这个故障并没有那么麻烦 下面我将给大家讲解这台车什么故障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故障现象 属于偶发性的 大姐在行驶过程当中 仪表的灯全亮 全部报警 而且纸针全不好使 车还能正常开 就是在行驶过程当中 故障当中全亮 发动机报警 油温报警 变速箱报警 三个纸针全部不动 车还能正常行驶 这种状况特别吓人 大姐跟我反映 偶发性的不一定什么时候就能出现 这个故障已经查了很多地方了 也没查着 而且还没少花冤枉钱 针对这种故障 咱们第一步进入仪表 读取故障代码 大家可以看到 仪表通讯失败 通讯不上 证明网络出现问题 然后咱们紧接进入 变速箱发动机系统 或者是车身系统 大家可以看到 故障码显示 全部与仪表实习通讯 证明问题出在的仪表上 下面咱们开始测量 针对这种网络故障 咱们第一步要找到 OBD测量针角 也就是车载网络诊断的接头 通过测量 14号卷电压为2.7V 高看正常 咱们测量6号角 6号角为2.3V 电压也正常 属于低看 都属于正常 那么电压没问题 下一步咱们就要进行测量电阻 在测量中端电阻之前 大家有一个细节要注意 一定要去断掉电瓶的负极 断电测量电阻 带电测量电压 这个大家要记住了 然后咱们拆掉电瓶的负极 拆掉负极以后 咱们进入测量6号与14号的电阻 看看组织为多少 咱们把万用表调到电阻档 测量一下电阻 我一个日录视频 视频镜头比较晃 大家理解一下 因为一个日招手电 我还得给大家录个视频 测量一下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 6号角和14号角的电阻为120欧米 这属于错误的 就证明中间有段落 如果整个网络过程当中 没有段落 属于正常情况下 电阻应该为60欧米 现在咱们测量的为120 证明出现了故障 那咱们下一步就要找到 哪个地方出现了问题 这是我修到的第三台了 这款RV4车辆有一个通病 就是网络有节点 有很多老旧车型上面 都有这个节点 现在新款的车没有节点 出现了网关 但是这种老款车都有节点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节点的位置 按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 导致的这个故障出现 大家可以看到了吗 拆掉了空调面板 拆掉了导航 在这个后边这个位置 有一个这么长条的插头 这个就是网络的节点 大家可以看到 从头开始排序 一共有7组插头 那么就分别代表着 发动机 变速箱 仪表 气囊 车身 以及ABS各个单元 它们通过这些节点 来互换信息 保证各个单元通信正常 车辆正常工作 为了大家更方便的看到 我把这个节点给大家拆下来 大家可以看到一共有8组 双针的线有8组 大家别看有8组双针线 其实它就是两根线 就是一个共同的节点 大家可以看到有水渍了吗 那么最后一组 看到有水渍了吗 这个针角有腐蚀 这组就是仪表的线 也就是在这个小插头里边 这一堆插头里边 看到了吗 我拿了这根线 这根线就是仪表的线 出现了氧化断针的情况 那么仪表就失去了工作正常的状态 导致了故障能全量 这一排通讯电压不稳 出现了全部的通讯错误 那么问题就在这了 咱们的维修方案 只需要处理最后这个节点 一共有8组 咱们需要处理一下这个针角 不需要更换 处理一下就行 大家可以看到 最后一个仪表的针角 已经脱落了 所以咱们这有备用的 一共有8组 其实咱们撑上6组就够了 咱们舍去了后边那一组 把仪表往前窜了一个档位 那么它就能恢复正常 下面我们把这个处理完了以后 装车 装车了以后测试一下 刚才的故障 还有刚才的通讯 是否那通讯上 故障还是否存在 咱们同样还是不要接电瓶 再次测量6号与14号点之间的 中端电阻 看一下 现在的电阻是60欧米 咱们刚才故障时候的欧米 是120欧米 现在证明线路中正常 咱们把电瓶附近接上 然后通电 通电以后测试一下 各个单元是否能通讯 是否还有故障码存在 大家可以听到 我这三个大姐非常着急 准备着急上街逛街 买衣服 从车进店维修 到现在一共花费不到一个小时 接完电瓶以后 咱们打开钥匙 进行用电脑检测 读一下故障代码 然后大家可以发现 仪表可以正常通讯了 咱们已经进来了 然后读一下刚才的故障代码 大家可以看到 全是语表实际通讯的故障 然后咱们清除故障代码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所有的故障灯全部熄灭 指针也参与了正常工作 这个故障 这些大姐我们彻底的排除了 每个 Speaker 34 都站着 4个人